嗨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就按一下訂閱按鈕鈕鈴鐺 就追蹤IGFB 追取BBD還有Discord 好 在介紹角色技能之前呢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版本的前章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又要再連動了 那跟誰連動呢 在12月 12月要跟這個 休緣劍3 然後就是賽特的那一版的 休緣劍連動 那我們期待一下這次會出什麼角色吧 理論上應該是賽克跟林科吧 應該是這兩隻 應該是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10月底會出這個優俗性的冰璃 然後剩下的就是活動復刻連動的青蛇傳 然後一閑路的新章 然後新章賢者的時裝 然後這個 這是月破嗎 月薄時裝 然後 朱錦的時裝 好 就先出 下一期是出這個這兩隻角色 朱錦跟月薄 然後這個中秋活動 如果龍葉偷走九一天尊 九一天尊就不會被陰劍品拿到 如果陰劍品沒有取得 九一天尊就不會一起鐵架先進行封魂之宜 反正就是一個回到過去的這個活動吧 好 再來是我們看一下這個朱錦的部分 朱錦 是是斗將 屬性是岩 然後天封的部分 在自身三格 範圍內存在飛鐵位駐有職業的敵方的時候呢 傷害物理 物理免傷提高8-18% 如果處於此期的狀態 行動結束可以選擇絕學步騎進行釋放 那如果位於金鳥騎兩個範圍內的時候呢 將拾取金鳥騎或者磁騎狀態 那金鳥騎的BUFF呢 只相連一格內開啟限制區域 敵方移動力消耗加1 OK 那磁騎相連一格內開啟限制區域 敵方移動力消耗加1 主動攻擊前驅散敵方一個有益狀態 並施加燃燒 好 還蠻不錯的 那燃燒這個部分還算不錯啦 主動攻擊前 好 再來是 他的絕學步騎 那你就主動使用 放在這個指定控格 布置金鳥騎 並對方圍內收定到一式的法術傷害 施數則法攻 會 是依照施數則法攻的20% 然後馬上獲得這個護盾狀態 現在是有護盾這個東西的 不要是這個斗向的話 再來是絕學刺奇靈藥 選擇一個格子施放 對方圍內所有敵人造成0.5倍的傷害 對方圍內的目標施加燃燒 直接施加燃燒 那持續兩個回合 那目標處於金鳥騎兩個範圍內 範圍內範圍內的時候 這個Y4加網 效1 直接兩個回合 那這個網效1跟2呢 分別是受治療效果降低20%跟30% 感覺是鋼腦型的零零 好 結晶 可以把這個 召回金鳥騎 哦還可以召回金鳥騎 而且它是無視距離召回金鳥騎 無視距離 好 那再來是 燃燃穿魚 對方圍內所有定位到0.3倍的傷害 那自己可以獲得再移動三個 那處於 移動後能處於 金鳥騎兩個範圍內的話 可以額外再獲得再行動 發動再行動獲得 藍燃的狀態 那藍燃是無法獲得再行動 好 護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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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獲得效率增加50% 行動結束後移除 好 絕術學 這個消耗七地劑的這個五蓋九消 那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.7倍傷害 對戰前攜帶護盾 這消耗自身所有的護盾 暴擊率 暴擊傷害提高15% 如果造成暴擊 對戰後呢 趨上目標兩個範圍內 所有敵方三個有益狀態 嗯 決戰無雙 主動使用對目標施加對決狀態 持續兩個揮合 自身護盾護盾最大忌血50% 使用後 切換為炎禁烈兇 那這個對決呢 是選擇敵方作為目標的時候呢 只能選中施加者 OK 就是強迫你只能跟我打 而且施加者對戰的時候 暴擊率跟暴擊抗性降低20% 行動結束呢 若不處於施加者三個範圍內呢 施加者獲得訓誡一的狀態 那這個炎禁烈兇呢 是攻擊大力量到1.3倍傷害 對戰前施加失魔一 直接兩個回合 那種目標施加對決狀態 則本身攻擊無視護衛 無視護衛 而且對戰後 對目標造成一次的法術傷害 還蠻特別的 這個就是你有把握可以 直接打贏對手的時候 再放這招是蠻適合的 OK PPP蠻適合的 被動抖先 護盾效率增加這個20% 施加護盾收移動1加1 然後旗向低迷 自身周圍三個範圍內存在非鐵位助遊 這個神秘絕學 法攻提高5-10% 金鳥騎器器官兩個範圍內的地點主動 攻擊前驅散一個優惠狀態 好 那絕球組合的部分的參考就好了 好像說是蠻特別的啦 但是 我覺得技能 技能方面沒有非常吸引我 除了剛剛那個對決的 對決的絕學以外 好啦那這次的英靈大家喜不喜歡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一起做討論 喜歡大師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HFB 追蹤PVD還有Disco 歡迎各位歡迎收看 看